台湾时间2020年1月27号 这天Kobe Bryant离开了我们 而今天2021年1月27号 是Kobe逝世马一周年的忌日 这支影片不是要来说Kobe一生荣耀 相信他的丰功伟业 几支冠军戒者 两次Final MVP 一次年度MVP 81分 退役战60分 凌晨4点洛杉矶 等等的种种事迹 已经深入许多球迷的心里 即使你是对他不太熟悉 或是没有在关注NBA的 这四个字你一定听过 就是这次影片的主题 曼巴精神 以其他是否还存在 何为曼巴精神 首先先说明Kobe黑曼巴的由来 黑曼巴是指非洲草原上 毒心坠裂的一种蛇 因为他总是能在比赛关键时刻 给予对手致命的引擎 因此得到黑曼巴的称号 或许有人会认为 曼巴精神是指赛场上不怕失败 努力不懈 无所畏惧的精神 其实也没有错 而对于Kobe来说 曼巴精神其实是由 热情 执着 严厉 危急 无惧 这五点元素所组成 首先是热情 热情来自于爱 Kobe热爱着篮球 热爱着为了变成更好的球员 而不断训练 不断享受竞争 或失败所带来的挫折 加以稀释 转变成成长养分的自己 即使退休 他也不忘了将他的退休生涯奉献给篮球 他成立曼巴体育学院 训练年轻球员培养下一代 以及拍摄制作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片 亲爱篮球 而他也依然用他的影响力 做了许多奉献 2006年 Kobe首度访台 他此行虽然是商业活动 但他听闻新竹吴峰香的活动中心 因为2004年遭受到爱立台风侵袭 导致损悔严重 残破不堪 他宣布与世界展望会合作 捐款作为充建经费 隔年2007年 Kobe再度来台 吴峰香的小朋友 在充建完成后 为了感谢他的善行 特别准备了具有原住民特色的纪念品 及舞蹈 向Kobe 表达谢意 Kobe虽然是顶级球星 但他来台指导年轻球员时 却不曾摆出大牌甲子 且相当认真传授自己的经验 曾有一位独臂球员 献上自己为他设计的球鞋 原本穿着个人专属球鞋的Kobe 马上换上这双鞋 且当天一整天都穿着 展现了他对这双鞋的重视 也让外界见识到 天王球星是如此牵刻 执着 对于Kobe的执着 你可能会联想到 他自干不穿球 三甲肢内接空挡 等突然的执着 但他真正执着的是 他对胜利的渴望 NBA 0910赛季 此时的胡人需求208 当时Kobe右手食指骨折 由于手术恢复需要太久时间 为了不影响球队未免 Kobe选择保守治疗 整个赛季右食指几乎缠着厚厚风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Kobe依然打出长军 27分5.4颗篮板 5次助攻的豪华数据 还有对战勇士队时 阿基伊斯坚断裂 硬生生扛着上头 发弯发球 独自走下场 事实上Kobe带上上针已经很多次了 说到这个 目前的NBA球员生态 时常能修 虽说受伤休息很正常 但是找各种理由不上场 或是不满意球队状况 动不动就寻求交易 不参加训练领着千万年薪却伤害了不少想看完整阵容出战 满心期待的球迷内心 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不影响战绩胜部 亦或是调养身体 减少受伤的可能性 可重要的是 你身为职业球员 是不是就该上场比赛 其实依然还是有球员是遵守职业操守 尽心尽力训练 打好每一场球的 回头来说像Kobe这样对胜部的执着 上场比赛的执着 敬业的心 我只能说Kobe Respect 严厉 一直以来Kobe对自己的严厉 世人有目共睹 比如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即使球队不训练 也不忘坚持艰苦的自主训练 而对自己严厉 也对他人严厉 Kobe曾有过一句名言 我无法了解懒惰的人 因为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我不了解懒惰的人 我也不想去了解 这句话凸显了Kobe对于自律有多注重 Kobe会拉着队友一起训练 而Kobe对队友严厉的方式 以及他对队友的态度 使得Kobe的队友们能更加勤奋 约束自己变得更好 举个例子 当初曾被誉为 极有可能是 Shakir O'Neill接班人的 Andrew Byner 他离开Kobe带领的胡人 到了气肉人被批评 林的高雄却不够勤奋 即使有可能是伤病的因素 但最后因爱上完头发 甚至疑似爱完花光的鸡血 想付出却没有人要的下场 再举个例子 Amara O'Neill 离开Kobe后 陷入瓢擦风波 西擦事件 这等写淋淋的例子 这些也都说明了 Kobe的严厉是有价值的 反观到现在 NBA不时传出球员 怠惰缺席练习 跟比赛时间开趴的消息 尽管现在这世道不安稳 有很多事情求人的苦衷 是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但听到这些消息 着实令人感叹 危急 在所有人都认为Kobe 会因为阿基里事件的伤势 和年龄状态下滑 或是直接退休 但他没有照他人所想的情况退缩 而是用行动去证明 证明他还是大家认知的 那个男人 尽管隔年打了六场后 因膝盖伤势再度报销 而这次他真的退缩了吗 没有 他依然回到赛场上继续奋战 直到以38岁高龄 血战42分钟得60分 为20年的NBA生涯 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然而庆幸的是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跟Kobe一样 不因为伤病或老化而退缩 继续奋战的球员 无惧 在那个单打高手众多的年代 Kobe也从来没有在场上怕过任何人 他享受着与人单挑分数胜负 和关键胜与负之间的时刻 其实不只是在赛场上 还要享受退休后的挑战 退休的Kobe 投资拓展自己除了篮球以外的事业 Brian Stiebel Badie Amor等 对于这些未知领域 他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他绝不退缩 挑战他人也战胜自己 这些过程也都使得他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其实曼巴精神一直都在 Kobe的自传理由着这么一句话 重点不在于结果 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 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于你所热爱的事物 它可以是任何事 一旦你决定去做 就多一分执着去面对 用严厉的态度看待这些事 磨叽你的意志 遇到困境去挑战 去接受 去享受 不要畏惧 重点不在于结果 不在于过程 而以上这些是我个人 对于曼巴精神的认知与解读 和Kobe的人生观与经历 带给我的想法和心思 当然你们也可以有 自己的见解与想法 最后我想一定会有人认为 我在利用时事 球员的行为来 衬托Kobe的伟大 造神 或是单纯讨厌那些球员 痛斥他们 不 我不是讨厌那些球员 而是他们的行为 且Kobe的伟大 不需多做说明 强调 我只是感叹 Kobe离世后 口中说要把曼巴精神 传递下去的人 却做出这些行为 不仅让人怀疑 赛场上下的曼巴精神 是否还存在 而我的答案是 是的 它还存在着 不管是篮球也好 棒球也好 所有运动领域也好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都有运动员在场下 流干汗水 雾出精力 牺牲时间 就只为了在赛场上拼搏 竞争 替自己和国家 以及支持者 带来荣耀 不管结构好以外 他们的精神都可以称作为 曼巴精神 然而即使过了一年 我想不少人心里都存在这么一句话 好想念你 K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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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be